我们这些75岁以上的长者 基本上你不需要预约 你不需要预约 我们会来通知 透过李林以及区的一个系统 来通知大家进行施打 将原本7个集中的大型施打站 我们扩大设立为27个施打站 我们基隆市的75岁以上的长者 总共有23700多人 我们为了要服务这些行动不便的一个长者 我们之前原先规划是有7个大型的 集中的施打站 不过考虑到这些长者行动比较不方便 而且可能需要家人的一个陪同 甚至是可能会有外拥的一个陪同 他这样子在住家跟大型的施打站去移动 可能比较不那么方便 所以我们为了服务这些长者 我们将原本7个集中的大型施打站 我们扩大设立为27个施打站 我们会规划13组的医疗能力 进到27个施打站 来服务我们75岁以上的长者 我们也会跟卫生所来合作 我们这些75岁以上的长者 基本上你不需要预约 你不需要预约 我们会来通知 透过里林以及区的一个系统 来通知大家进行施打 我们预计可以在5天左右 来完成整个施打的一个作业 所以目前其实我们已经规划好 那现在就是等待中央给我们明确的疫苗的数量 原则上我们会以年纪长的 年纪比较大的这些长者来优先施打 那只要疫苗下来 我想我们就可以立即来进行 那目前中央当然是说6月15号左右 这个疫苗要播下来 那如果是6月15号开始播放的话 我们预计是可以从6月16日开始来进行施打 或者是7月15号开始播放的话 然后是可以在5月16日开始 就是7月16日进行施打 所以就要进行施打 我体进行施打 政府变成员 谢谢你